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一辆已经坏了好久了 是吗 那车上司机呢 你别着急呀 要是我们这样都找不到 说不定那个吹索纳的人根本就不存在 诱惑着你的当事人 等等 遭到你说平白无故的 为什么在大白天吹索纳 我怎么知道呀 索纳不就是吹着玩的吗 你没在能村住过你不知道 除了红白喜事 索纳这种东西不会轻易用 你是说 笨蛋 等等我 其实我们只要问清楚当天有谁娶媳妇或者办丧事就可以了对吗 吴天昊你简直就是个天才绝对的天才 对问喜事就可以了 为什么 因为十月六号是个好日子 有希望了 阿姨我跟您打听个事 去年的十月六号你们村有没有人办喜事 您好好想想就是国庆节刚过那会儿 对 那会儿年轻人在城里打工 哪也在下班呢 丧事有吗 我想起来呢 去年村也死了一个 我想起来呢 我们庄倒是没有 去年孙盈倒是有一家办喜事 我还带孩子去喝喜酒了呢 您确定是孙盈吗 肯定是去年的十月六号吗 这儿 这儿 有人吗 有人吗 家里有人吗 谁呀 那个 老婆婆 老婆婆我们想问一下 你们家的喜事什么时候办的 你们问这个干什么 我们在找一个吹索娜的人 可能你们家办喜事的时候 他也来过 吹索娜的 找刘大头 你们找他干什么 他叫刘大头 他住哪个庄 就西边那个杨沙个庄 你们不是问啊 办喜事的日子吗 对了 什么时候 去年九月初二 阴历 喂 孙小姐 您好 我吴天昊 麻烦您帮我查一下 去年农历的九月二号 阳历是哪一天 您确定是十月六号吗 对 因为那天 孙英松个晋他们家娶媳妇 其实我们招着那几个吹锋手 去他们家热闹热闹 中午还把他们家喝了喜酒 下午才回来的 下午几点 说不好了 喝完喜酒啊 咱们也得三点了 您记不记得 在回家的路上 你们干了什么 没干什么 就自己走回来的 我是说 您有没有吹锁呢 锁呢 吹了 那天喝得挺高兴 就吹了几段 吹的什么曲子 您还记得吗 这也没什么 就我常吹的那几个 喜洋洋啊 有几个好妹妹啊 大还能靠着手啊 还有吗 哦 还有一个就是文革期间 大家都喜欢唱的那首歌 那首 冒住喜的书 我最爱读 前边那个 晚边又下功夫 就这个 您确定吹这首曲子了吗 我肯定吹了 因为这首曲子 是我刚学唆诺的时候 学会的第一首曲子 只要我吹唆诺 肯定吹在那儿 冒住喜的书 我最爱读 哎 吴天昊 还说我这次终于找到了爱人 你拥抱的人让我双目是你 感受爱着你的痛 还以为是我的错 原来是你 一直在被地里去放火 终于想到我 你的欲望烧上了你自己 还有无辜的我 看你生活的空间里 找不到新鲜的空气 用来呼吸 难道是我没看清 曾经你对我的表情 还以为爱可以阻挡一切 能让眼前散尽 还以为爱可以阻挡一切 能让眼前散尽 喂 天昊 好消息 我找到了 你找到翻斗车司机来 是啊 他还很清楚地记着那件事呢 我给他看照片 他一眼就认出了孙天堡 那个索纳手也清楚地记得 在去年的十六六号下午 他一眼就从照片上认出了孙天堡 他去孙莹参加了一户人家的婚礼 在回来的路上一时兴奋 在过玉米地的时候吹起唆呐 那里面就有孙天堡听过的那一首 所以孙天堡没有杀人 他根本不可能杀人 我们现在已经有充分的他不在现场的证据 菜刀 血迹 经验指纹 所有这些东西全都没有意义了 取得他们正言了吗 我没有 因为第一次做 我怕做得不规范 好好好 你这样想很好啊 明天我们一起去找他们 好 他们到这会不会躲起来 不会 他们都表示 这件事情对他们没有什么影响 而且能救一条人命 他们愿意出具正言或者出庭 好 您看 好好好 你干得好 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做无罪辩护了 时间比较紧 周日可以吗 不用慌 明天我们先把这个正人正言的事情落实好 至于辩护词嘛 时间太紧了 来不及商量 我直接来就好 不 我还是 我先忙您的 去 去 好 来 好 马法官吗 我是孙天堡的辩护律师周震 那我们有紧急情况 我需要马上进您 对 就现在 来 有心事啊 没有啊 我吃饱了 爸爸 饭没八级可怎么吃饱了 又要出去饱了 又要出去饱了 不出去 我先上去了啊 吃不了 别盛那么多呀 你看糟蹋这粮食 要我吃了 吴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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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我这才针脚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辛苦你了 你是怎么找到的那个吹索娜的 我们也是啊 本来都绝望了 没想到又有了转机 你们 还有人和你一起去找啊 是那个 是那个我们邹主任的女儿 邹主任让她去的 开邹主任的车 你看你老说人家邹主任不喜欢你 这回她不是挺支持你的吗 如果没有车 恐怕你到现在也找不到 那个吹索娜的呢 是 不过就算没有吹索娜的 你那个翻倒车也足够了 我爱你 我也爱你 我也爱你 辛苦了 好 怎么不接啊 不认识这个号 喂 喂 挂了 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要不你再打回去 不用 可能打错了 五天号 五天号 嗯 要不换这条领埋吧 这条是不是太暗了 哎 今天啊 算了吧 今天是人家邹主任唱主角 我不要喧宾夺主啊 咱不是还在实习吗 没关系的 早晚会喧宾夺主的 嗯 这句话说得很像我老婆啊 嘿嘿嘿嘿 没错 肯定会选别做主的 嗯 等你做了主啊 要给你换一身像样的西服 嗯 哎 你今天 真的不去啊 我今天可是第一次出庭 我真希望你在旁听戏 嗯 等你出庭辩护的时候 我再去旁听吧 这两天光帮你忙这事了 我的推销计划落下了好多呢 昨天老板打电话来 让我今天无论如何得过去一趟 没办法啦 好吧 辛苦你啊 嗯 没关系 你等着吧 等我当了大律师啊 等我得了到 你每天就干两件事啊 吃 睡 睡 睡 吃 吃 吃 你猪 丁律师 王律师 早啊 周老师早 你该走了 小伯 今天你不用去了 你知道 你现在还在见习期 没有辩护资格 而杀人案件一般需要两名辩护律师 所以我把小丁带上 可是丁律师他没办这个案子 我不是说过了吗 你现在还没有辩护资格 这只是权衣知己罢了 别急年轻人 以后你的机会多了事 是 我这几个经济纠纷案 如果打赢的话 会有很丰厚的经济回报 拿去仔细看看 等我回来咱们好好讨论讨论 好 来个事吗 没有了 来个事吗 没有了 帮我订队快餐 记着不要鸡腿啊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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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את 我好 言 我好 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被告在虚构事实 他没有任何证据 能够证明他的说法 有 在一审的辩护状里 被告的妻子刘晓凤 就一直坚持 那天下午五点钟左右 被告就在他们村外 鉴于刘晓凤 和被告的特殊关系 刘晓凤的证言的证明力 显然小于其他证据的证明力 那么被告 你还有其他证据 能证明你说的话吗 有 我那天进村之前 在路口看见了一辆翻斗车 还有两个 两个师傅在那修车 审判长 我们已经找到那辆翻斗车的司机 丁二虎 现在我们申请证人丁二虎出庭作证 同意辩护人的要求 传被告方证人 出庭作证 证人丁二虎 根据法律规定 任何公民都有义务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向法庭提供 做伪证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你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丁二虎 谢谢你到法庭 如实向法庭 陈述你所知道的情况 请问你 去年的十月六号 你是否开着一辆翻斗车 经过孙极镇的东风路口 是 请你把当时发生的情形 如实地向法庭陈述 叔叔 有火吗 不好意思啊 我这边有 他有 谢谢啊 叔叔 借个火 谢谢啊 火口 大板树 我给你拿去啊 等会儿 来 谢谢啊 别过去 没事了 那个人在法庭上吗 在 你能把他指出来吗 就是他 苏青 公诉人有要问的吗 有 丁二虎 你是进城来打工的民工吧 是 你们工地有多少民工 哎呦 那可不好说了 我原来干活的工地有几百人 我现在干活的工地要几千人了 好几千 你整天跟他们相处 你能记住他们吗 那可不行 跟我一块干活的我能记得住 其他的长得都差不多 衣服也一样 我哪能记得住 他也是进城打工的民工 他长的和穿的和工地上的工友差不多 嗯 差不多 那么 整天跟你一起干活的工友你都记不住 怎么一下子就记住了去年十月六号 只见了一面的这个人呢 宣判长 该证人的证言是以记忆力为基础的 刚才已经证明 该证人 记忆力很不可靠 所以我们认为 他的证言不具有证明力 可是我记住他了 为什么 这么多民工你都记不住 为什么你偏偏记住了他 嗯 他有一只手上 我忘了是哪只手上了 有一个黑指甲 叔叔 嗯 被告 你手上有黑指甲吗 有 公诉人还有要问的吗 没了 证人姓名 刘川高 感谢你到法庭来把你知道的事实向法庭陈述 请问你 去年的十月六号 也就是农历的九月初二 请问那天下午的三点半到四点半之间 你是否有经过孙营村外的玉米地 经过 你在那块玉米地里干什么 哎 那天喝了酒喝得挺高兴 又得了几十块钱 我一高兴啊 就拿了锁呢 吹了几段 你还记得吹了什么锁子吗 嗯 大海航行靠到手 你到底有几个好妹妹 还有毛主席的书啊 最爱读 你能把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这首曲子能哼一个吗 可以 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 前边那个晚边要下功夫 对了 审判长 审判员 鉴于庭审过程中出现了新问题 我方请求终止审理 暂时休听 宗律师 请你展望一下本案的前景 我们已经找到充分的证据证明 这被告人不在犯罪现场 所以对这个案子我们十分的乐观 宗律师 本案事实清楚 证据缺凿 请问您是怎么发现疑点的呢 法的精神 身为一个律师别无他儿 法律和事实 是安身立命之本 请问这是您从断头台上 就会来的第几个人 这 没统计过 也无需统计 维护法律尊严 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是一个律师天职 邹律师 请你再谈的好吗 我爱上你了 我说我爱上你了 怎么办 大小姐 别拿我们这些药饭的穷开心了 你不相信我说的吗 我告诉你 我从来都没有过这样的感觉 而且我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 爱过任何一个人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我当然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说我爱你 吴天昊 你就是做游戏 也找个有资本的 我什么都没有 你觉得我像是在做游戏吗 我是认真的 而且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认真过 吴天昊 谢谢 来 吴天昊 你拿回去填一下 明后天交给我就可以了 你今天去看周主任开庭了 周主任在法庭上的风采 那真是无人可比呀 怎么办呢 小五 您好像有点不高兴呀 没有 办了这么漂亮的案子还不高兴 那是我办的呀 是周主任办的 就是因为这个心里不舒服 小五啊 你呀 太年轻了 你呀 现在还没有取得正式的律师资格 你给他当助手 那么当然出力的是你 出名的当然是他 很多人都这么过来的 小五 你太着急了 我不着急 小五 跟你说啊 你呀 要有志气 要像夏宇一样 下一个 比可取而代之的决心 就像你现在这样 把什么事情都挂在脸上 那可要坏事的 周主任可不是傻瓜 我明白了 对了 这支皮 干了我很多年 我把它送给你 好 熟些吧 你现在已经是律师了 出去要有门面了 小五啊 我可是 看好你的 周主任 谢谢您 您对我太好了 我一定不会辜负您 谢谢 周主任 小小姐 吴天阿回来了吗 我刚看她进去了 小丁 主任 小五叫到我办公室来一点 好 小五啊 刚在法庭上看到你了 你怎么回来了 回来很长时间了 我想去呢 学学您的辩护 真的学到了不少东西 怎么样还行吗 怎么还行呢 是非常精彩 对孙天堡的案子 还有什么问题吗 直觉告诉我 检察院一定会撤错 不会有别的结果 小五啊 这案子多亏了你了 不不不 如果不是您督促我 我根本就查不出来 怎么没带你一块儿 上法庭出庭 这事你不要放在心上 怎么可能呢 不 不会 不会 你放心 那以后啊 我一定会给你 创造更多的机会 谢谢 谢谢您 其实 周老师 在我心里我就觉得 能这样在您手下干就可以了 因为能学到不少东西 我别的要求都没有了 我很满足了 嗯 给你那个经济纠纷案的 得好好看一下啊 嗯 如果能打赢的话 能给所里带来一大笔收入 那你的提成也会增多 按所里的规定 助力提成 能占进办绿色的百分之十五 那我给你二十 太多了 谢谢 好 加油啊 好好 那有什么事您叫我 好 没事 好 谢谢您 嗯 我们已经找到充分的证据证明 这被告人不在犯罪现场了 你是个聪明人 我说我爱你 吴天昊 喂 喂 喂 天昊 你有时间吗 我想跟你见一面 我们好好谈谈 天昊 你听我说 我今天跟你说的那些话 都是认真的 我长这么大 从来都没有爱过任何一个人 除了我爸 我们见一下吧 我真的想好好跟你谈谈 童童 我真的不知道 这一切怎么回事 我 咱们根本不可能 我没法跟你见面 对不起 再见 喂 喂 我告诉你 你跑不掉的 我会让你爱上我的 我看看 我看看 吴天昊还是原来那个吴天昊吗 没 没呢 你变咯 什么我变了 从实习生变成了五大律师了 怎么样 做我感觉还不错吧 今天我根本没出庭 都正带别人去的 为什么呀 证据是你找出来的 怎么能不让你出庭呢 他说我没有出庭资格 我跟你说件事 今天我们老板把我叫过去 我还以为是因为前两天没干活 要IP呢 没想到啊 他跟我说 他知道别人要挖我的事情 就让我做他们销售部西区的总代理 我以后就再也不用到处跑推销了 我只需要把原来的客户给拢住 在中间做一做批发就行了 而且呀 一年可以赚七八万呢 我可答应了啊 要是有了这七八万 我们的生活就不用愁了 脏了 你上了十年学 学了四年法律 就为了当个小批发商吗 你就这么点追求吗 你真的以为我就想当批发商 小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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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天后 你永远都不要对我说那样的话 永远都不要 小燃 有些事我没跟你说过 就是不想让你为我担心 可是你不知道 当我被别人拒之门外的时候 当我带热天当出去推销啤酒 可是一瓶都卖不出去的时候 当别人想喝吃小狗也喝吃我的时候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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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燃 我 我 天后 我也是个要强的人 我也是个要强的人 我学了四年的法律 我也有自己的追求和梦想 我们在活着 我们不能饿着在这个城市里飘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自己的辛辛苦苦办的案子 让别人给拿走我心里不舒服 对不起 对不起 天后 你不知道我有多爱你 多渴望你能成功 为了你 我可以忍受一切屈辱和畏惧你 可是这个屈辱和畏惧你 我都能担心你 为了你 对不起 我自从进了这个所 我就觉得压力特别大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我 我觉得我状态不对 我得调整调整 天后 我也发现了 自从你去了这个所变了很多 你越来越不快了 如果真的这样 不如我们换个地方吧 反正你现在也有律师资格了 找工作应该比以前好找了 你咱们换个竞争压力小一点的地方 好不好 好 杨人 哎 其实都怪我 到哪儿压力不大竞争不厉害的 没事没事 我既然已经来这儿了 我就会在这儿成功 你放心 好吗 我一定会在这儿成功 好吗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那意思 我不是那意思 对不起 收回去了 是吗 对不起 这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昊 你昨天为什么挂我电话 为什么不等我说完 你们俩根本就不可能 在我的字典里 根本就没有不可能这几个字 你是不相信我吗 大小姐 您是什么身份 我是什么身份 你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我知道 我说我爱你 听清楚了吗 我说我爱你 天昊 你为什么不认真考虑考虑我说的话呢 你为什么一定要逃避呢 我说你别让让心 把大家看着咱们呢 我不怕 我可以当着全世界的面说出来 你要这样做吗 干什么呀 就给下班说行 下班说 那你答应了 下班说 那好 一言没定 好 下班我一定把文件给您准备好啊 我下回不会忘了 吴律师 你的信 谢谢 我关顾看安全网的拿报纸 坐下坐下 坐下 以后哪还能让你拿报纸啊 得别人给你拿呀 什么意思 你愉悦龙门啊 邹主任的成功快剧 可以呀 这玩笑可不得了 行的吧 喂 小伙 邹主任今天在协办开会 有一份文件忘了拿在我这儿 他要你给他送过去 好 马上来 各位活得好像有点太举情了 哈哈哈哈哈哈 回来吧 嗯 这个下礼拜不是我们还有一个准备 对 各位对我来啊 对 一定会 刘老师 一定会 哎 来了 好 拿了没 好 对了 给你介绍几位律师界的大腕儿 这位是张律师 那个大贪官丁耳忠 哦哦哦 那你就是他代理的 哦 交雅 张老师 这位是王律师 那可是如雷贯耳啊 杀其骗保案 哦 王建民老师 对吧 哎呀 老王 哈哈 比明星还明星啊 啊 查理 和您周先生比起来 我们还差得远了 哎呀呀 别那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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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助手 吴天昊 你好 您好 各位 很上进的年轻人 周律师的助手 一定不是等贤之辈吧 周先生向来是讲业厚尽的 哦 本来是个助手 我还以为是周先生的成功快续呢 去去去去去 喝吧 进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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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喂 喂 小然 天昊 有事吗 我没事 就是想你了 讨厌 我正忙着呢 小然 我爱你 天昊 我也爱你 我答应我们老板了 我正在收拾屋子呢 我的批发部马上就要开业了 有了这个批发部 咱再也不用卫生机发愁了 以后你就安心发展你的事业就行了 好了 我正忙着呢 不跟你多说了啊 一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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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